DETER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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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就到高尔仁波奇景點了 聽那邊說 高尔仁波奇已經兩天沒有路頭了 那是那個 辣布辣泥 對 辣布辣泥峰 口一看到 那邊就是辣布辣泥峰 現在我走的這條路 從馬旁用錯 上到古道219 很快就到了高尔仁波奇的山腳下 途經八稿鄉的時候 遠遠的 就看見後方的辣布辣泥峰 山形非常的特別 辨識度很高 在馬旁用錯的時候也能看見他 只是當時被雲城給擋住了 我們現在 浪布辣泥峰 我身後 浪布辣泥峰 看能不能拍個什麼路線 剛人波奇 剛人波奇 啊 啥都看不見啊 一下子 一下子就沒有風了 剛人波奇 身後 那裡 浪布辣泥峰 是西馬拉雅山西段 位於我國境內的最高峰 在漲雨中 浪布辣泥峰 是黑色草要堆積的石板山的意思 被藏民們稱為聖母之山 與高人波奇 隔壹峰相望 通常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高人波奇 相比之下 知道浪布辣泥峰的人 不是很多 今天晚上在高人波奇 停車上睡覺 準備睡覺了 現在是8月1號早上8點 今天的高人波奇 還是沒有出來 高人波奇 還是在漲雨裡面沒有出來 你看這天 哪裡有什麼 高人波奇啊 可以了 我現在身後就是高人波奇 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一座風似 因為現在全是被雲層覆蓋的嘛 這有烏雅的雲層 算了吧 走 上車 去渣達土林 這個中午到吧 然後下午會在渣達土林 晚上然後直接到 到暗夜公園 對 晚上去拍星空 哎 對星空有多大的直面 這還沒到啊 這地質就不一樣了 看到就不一樣了 往隔壹縣的路上 就會明顯的看到 山 凸了 吐成了沙 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主要是隔壹縣這個地方的氣候 乾燥 寒冷 太陽輻射強 日照時間長 全年平均氣溫 在0.5攝氏度 也是西藏降雨量最少的地區 年降水量70毫米 可是 它的年增放量 卻達到2235毫米 每年除七八兩個月份外 其他月份 都有不同程度的雙凍出現 也就是說 每年樹木的生長期 只有七八月這段時間 在當地也流傳這樣一句話 在隔壹縣 甚至整個阿里地區 摘火一棵樹 比在那地養一個孩子還難 我們要看 在那邊 有什麼東西 在那邊 有什麼東西 在那邊 那邊 還有很多人在這裡 做 午飯 哇塞 这位置找得正好 找个饼呢 刚开始啊 一定样样来吧 我已经落好了 8月1号建军节 我们来吃 高原烙饼 吃完饭后 一直沿着鸡五六五 八闸公路行驶 很快就到了 渣渣的土林 渣渣土林 是名副其实 不折不克的土林 除了黄土 就是黄沙 这里没有大门 没有门票 没有村庄 几乎没有人生活的痕迹 传说中 养育了四方儿女 十万之中的朗青藏不和 大部分水域 都已经干吼 这位土坡 被大自然切割成各种造型 层次多彩 而分明 这一路看过了青山绿水 升级昂乱的风景 再看眼前这片 寂静如死灰一般的土林 真的是壮烈 而又凄凉 现在室外温度是二十多 就换了青山绿 我远不动呢 这景色不是飞吗 现在驾车去阿里 暗夜星空公园 应该是暗夜公园 基本上星空 应该可以的 应该可以的 去暗夜公园的路上 一路都是眼前所看到的景象 其实整个阿里几年前 就开始绿色战役工程 道路两边也能看到一些树木和草坪 我还在路边遇到几只藏领羊 他们现在正在吃的 叫蒸茅草 动植物的出现 表明这里的生态 也开始慢慢变好 还是绿泽的 赶路赶路 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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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下车 因为是9点过 9点40 去 下车吗 你哪里过来的 就是从里面那个重八线吗 重八线吗 有的 对 好 谢谢 等一下 我问一下你们这里可以打包走吗 可以可以 我吃 还帮我看一下 我们几个人吃呢 两个人吃 两个吃 两个吃的话可以点个小包 我去吃饭 开西方 持续为您导航 即将到达目的地 来之前我对暗夜公园是充满了期待 来了后 说真的 一般般吧 吃了干锅鸡 看了球目影片 走吧 走前面还是走前面 一样的 我看着 第二天和贾高 也就奔到扬镳 阿里南县的整个行程 到了这里就结束了 哦 对了 还拍了星空 那还拍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